就是說接觸的時間長短 這是一個判斷的根據 他不是一個絕對值 觀察過去的個案中 有發現可能只是喝杯咖啡30分鐘就被傳染 但像這個酒店女公關 可能與人有比較密切的接觸 可是他的接觸者都是隱形 那其中想問這個關鍵原因 就是如何 就是接觸與不接觸傳染之間有什麼關鍵點 就是說接觸的時間長短 這是一個判斷的根據 他不是一個絕對值 所以不會說你跟這個確診者接觸了15分鐘 你就確診 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有可能性就表示 有的人有可能 有的人沒有可能 所以我們經過這樣的話 有些是要觀察 那有一些就要做一些相關的居家隔離 那或者有一些我們會做採檢 那當然可能性的高低或怎麼樣的處置最好 那也是我們檢疫的醫師 直接這樣的接觸 那做一個專業的判斷 所以我現在可以做一個專業的判斷 所以我現在要做一個專業的判斷 然後是一個專業的判斷 在這間判斷嗎? 所以我來聽一下